老花姨每日一答回答一下臭宝们的养花问题 第一个臭宝说老花姨绣球叶子裂开了是什么原因 如果说只有偶尔的一两个呢 大家就不要放到欣赏 开花呢本身就是一个需要摘下来去欣赏去观赏的一个事 它偶尔有一两个叶片牺牲那是很正常的 如果不多就不要放在欣赏 你需要欣赏的是它的美 不要总是在意它的过往还有它的不足 现在这么说这种花咋的呢 朋友送的想跟友情一样哇塞 这种花呢是一个典型的南方型的一个花卉了 它是一个典型的喜酸的 它有三个喜 就是第一个呢是喜欢阳光 第二个呢喜欢水 第三个喜欢肥 还有第四个喜 一般人不告诉你 它是喜欢热酸性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南方的时候呢 雨水偏多一些 而且总体的一个空气湿度跟雨水都比较多 光照也比较充分 也比较温暖 所以说长得会哇塞 而咱们花友呢 养过来以后呢就会出现一个碱性过高 就是自来水碱高啊 就像人一样 胃酸分泌不足了 就会消化不良 就叫碱性过高了 跟人是一个道理的 所以说呢 现在就营养不良了 那怎么办呢 以前我是农村老家 有个粪坑 你可以用那里边的那个粪水 用来去浇它是比较好 那但现在呢 没有这个条件 就可以用繁菲水了 这种呢就是黄化病了 别的没什么 下一个臭谱说 海棠的叶子为啥变皱了 不舒染 然后有一两片是皱的 这种很正常啊 花友啊 你看很多的叶子呢 都很大 长得都很好 偶尔有一两个新长出来 叶片不生长呢 这缺钙 叶微量元素达不到 还有一个点就是什么呢 营养供不过来 你像老叶子那么多 它新叶子肯定它就受排挤啊 对吧 所以说呢 你要修典掉一些个代谢掉的叶片 因为它自己达不到落叶 所以说它又再生长 就会长得不这么生长了 可以补一些肥料啊 然后下个臭谱说 我的无尽下咋的了 这无尽下是上一个病菌类的一个病害前兆啊 这种一般是黑斑病的一个前兆 也是碳矩病啊 或者是白粉病啊 目前还没有完全一个病兆的显现 可以用一些个多菌灵千倍的比例稀释以后啊 对水去喷洒或者是灌溉 好吧 现在就是要得病了 别的没什么大问题 通风好一点 通风好一点就好了 然后呢 适当的用一些沙菌药 浇水的时候不要太勤 虽说是锈球 相对来说呢洗水 但是大家浇水也要维持一个干湿循环 下个臭谱说 我的长树花叶子都软塌塌了 有的花枝都倒掉了 这可以修剪了 长树花败了之后就修剪 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 放开一点 好吧 这个没办法 然后呢略微有一点点缺水 下个臭谱说 老花姨你给我看看 这啥植物啊 怎么养护啊 花架上面两瓶都感觉快死的了 这个呢都是官叶海棠类的 最下面那个呢 好像是圣尼克 最上边那个是燕火 下面这个像是海威 不确定 都是秋海棠 最下面的一个是 那个叫什么呢 叫椒草 叫椒草 都差不多 它们的养护就是 干了再浇水 不干不浇 这么养的挺好的吗 别的没啥问题啊 适当的来点肥料就行了 别的没啥 今天的养花问题呢 就简单的给大家说到这里了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赞 有其他点问题呢 可以视频下留言 我是老花姨 养花最燃一 咱们下期再见 不见不散 拜拜